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就在昨晚終於修好金秋寶庫啦 那這部影片我們就簡單的來看一下 無課玩家在白嫖的情況下 可以拿到多少資源 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進來之後就是類似於一個翻牌的遊戲 那總共有分成五層在《規則說明》裡有說 每一層都會有對應的大獎 像是第一層微笑選擇的蟲柱石、空雲草 以及最後的三張陣營招募券 我們只要提前把三個大獎全部翻開 就可以直接來到下一層 那微笑的運氣沒有很好 全部翻完了 才準備到下一層 想要翻牌的話就必須消耗寶庫鑰匙 在右下角的狂歡活動 可以白嫖獲得 有分成每日跟本期的任務 只要照常遊玩 都是可以完成的 那每日一天總共可以獲得13把 維持7天就是91把 再加上本期的 加起來 白嫖總共可以獲得102把 不過由於官方昨天的BUG 在郵件裡有進行補償 就是一天的鑰匙數量 還有100個金果 跟5個金丘之印 以及10張的高級招募券 因此昨天在維修之後才開始玩的玩家 可以一樣獲得每日的任務鑰匙 但如果本身就已經完成每日任務 等維修好之後 能完成的任務就比較少了 像是快速作戰 或者是說什麼情報判遣啊 船團挑戰等等 這些是只能做一次 比較困難的 所以說每個玩家最終可以獲得的 這個鑰匙數量 是不太一樣的 有些玩家會比較多 那保底就是102把 是最基本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 金丘禮包使用金果來購買鑰匙 一次要2000 那全部買完 總共可以獲得70把的鑰匙 金果有買完的話 再加上狂歡任務 加起來總共是172把的鑰匙 那累抽到150抽 可以再拿12把 總計就是184 是無課玩家可以白嫖的鑰匙數量 緊接著重點來了 翻牌獲得的愛心 可以換到對應的道具 這邊最推薦大家換鑰匙 如果在有購買金丘禮包的情況下 是可以把兩顆鑰匙都買下來的 最少我們必須購買5次 如果第一天的活動 有正常的參加到 那則是購買4天就好了 可是微笑蠻建議大家 可以把7天都買下來 額外獲得的金丘之印 可以拿去換其他的道具 像是星域的碎片自選 也都是非常不錯的 那優先當然還是先換邪域為主 微笑現在達到第二層了 我選擇的是紫色海豬 星域碎片 還有蟲鑄石 那當然也可以根據自行的需求 來做更改 現在我有22把鑰匙 來翻看看有沒有機會 直接把三個大獎給翻到手 目前已經翻了快一半 拿到了第一個大獎 再來 剩下10抽 還有嗎 再來第二個 有了 最後5抽 有沒有機會 再把蟲鑄石拿走 就是這邊了 中獎 可惜 不會也是要全部翻完 才可以再進入下一層吧 目前是第二天 拿到了70個愛心 等到明天就可以兌換一顆邪域了 那麼本次的金球寶庫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